我叫胡凯雷 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故事是 变色龙龙 长颈鹿的故事 在一个很大很大的生命里 有一只可爱的长颈鹿 有一天长颈鹿 一步之后 他要到他要去找食物室 他就看到有一颗碎上我们的啤酒 可是他要吃米的时候 他吃米饭 他就看到一只变色龙在上面 他就将变色龙反弹 变色龙听到了 他就放着肉 有一天变色龙看到一只很可爱 很漂亮的蝴蝶 他就要去抓他 可是一不小心 他就掉进了水 然后变色龙就大喊 救命啊 长颈鹿听到了 他就跑过去就变色龙 从此变色龙和长颈鹿 就变成了好朋友 有时候继续见到 做梦里了 我这一会儿